現在不會有人玩我的電話啦 在直播中啦 好啦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見啦 醒醒好一點的漂亮的角度 又拍到後面那盆花 那今天其實做什麼都很久沒見啦 大家都知道 有些朋友都知道 好像我有些生意 終於可以優勝 那其實呢 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我身體不太好 那身體不太好 亦都想過去那個星期六 發生了一些好不開心的事情 那我也都經歷過 一些我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那些事情要稍後再說 那因為我今天Live 首先要給大家看 看到我的樣子 都好的 而且都飽滿了 因為真的花了95磅 那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都很努力的 因為之前七十幾磅 分到現在95磅 那真的 真的 大家都知道 給我一個大招呼 那 有來有現場觀眾 為什麼呢 其實這裏我開台 就是因為 接下來 除了我的那些 大家都知道 例如做約會 或者是co-living這個 business 之外 除了當然那些 我覺得我不夠別人搶 我不夠Kibbenhau搶 那些Kumsha生意 怎麼夠他搶 是不是 又有入行組 又有CPA 又有SSS 又有SSS Kibbenhau 還有其他生意 那些生意 那些生意 我發覺 不要啊 不要搞了 我做生意 我只是做那些 收錢少的生意 我說現在這個 接下來的平均 其實我是 違背了我的 最新的一個 做生意的想法 就是要先收好錢 那 一毛錢也沒有收 但是因為 雖然這個一毛錢也沒有收 但是 我收了這個 不會出鏡的 平均專家的錢 好了 麻煩你 說一聲hello 說一聲hello 而且你是有很多不同的language 不如用普通話說一聲hello 又 我叫 你好你好 得了一下 那英文呢 Hello Nice to meet you 你的nice nice 是nice to meet you 不是nice to meet you 你不是英國讀書的 那是這樣的 N音 N音 N音和L音 都搞不定 是啊 怎樣啊 所以 所以 要跟著 英文這些事情 喂 你 不要玩我 你英國回來 英國回來 這樣 英國回來 就 不可以英文好的 不如 我這個人不能出鏡的 因為他公司的理由 還有 哇 厲害的 你想想 SORRY 都說厲害的 厲害的人 有多少個 不能記得 說厲害 而且 我立了一個宗旨 就是 我以後做的生意 就一定要先收錢的 我不會做一些 我不會再做一些 我自己 嗯 不知道做了什麼 然後都會收錢 那些 Hekhan呢 再做 麻煩各位大哥大姐 關照一下 我做會聽 不做Connections 不要說這些 說回FX 其實呢 昨天我都 真的 為FX對我來說 都 不是一個很熟的 題目來的 但是 這個好像更光亮 一些 有人會問 是不是有人問我這個 哪裡來的 這個呢其實是 你知道我就是 co-living co-living是什麼 包租婆 從頭到尾 香港一向都存在 是啊 那我其實在做一些很古老的行業 不過 不古老只有做妓女的意思 那這個 我就在做這個包租婆生意 這間是我其中一間的屋 在軒尼斯島 這是普通房間來的 這是普通房間來的 可能我這樣說 都吵到我的那些租客 都不定 我也不知道他們回來沒有 其實 那anyway 說一下FX先吧 好嗎 很多人都說 什麼FX FX 全名是什麼 FX foreign exchange 簡單一點 可以說外匯 外匯 外匯其實有很多隻的 就是 人家經常聽到那些 最卑鄙的那些 就是倫敦金 那些就是最卑鄙 那些就是 不是炒金炒位那些 就是倫敦金 就是你們聽到 一進youtube打個倫敦金 就全部那些妹妹 有哪一個 都可以 是啊 放了那些勾 那些錢 我告訴你 找到很多錢 是啊 那跟著 你說正式 其實FX 有很多 是 有很多 是 你說外匯 你說外匯兌換 外匯兌換 也是其中一部分 就是你 無論是現在說銀行 和銀行之間的兌換 或者是政府 和政府之間的兌換 甚至是外貿和內貿 他們怎樣 是將資金去轉換 這個都適合一個外匯的範圍 嗯 那很多人 經常會聽到 你說FX 就是炒 就是高風險 就是炒媽展 對不對 那其實在風險的角度來講 其實你可以平衡 就是 你買樓其實都有風險 你10萬元 你買一個100萬的東西 其實你是用得10倍的槓桿 同一道理 你外匯 如果你買一個100萬的東西 你是拿2000元的 那當然你的風險當然大了 那你100萬的東西 你拿100萬的東西 那其實你買回100萬的東西 你的風險問題 真的這麼大 但這裏呢 這裏呢 我想問一問 FX 金融界的財進 我想數一數二 那金融界的外匯財進 你剛才說了 我買100萬 我比2000元 很高風險 很高風險 100萬比100萬 就不高風險 其實這個是涉及 一個槓桿的操作 那其實 什麼是槓桿的操作呢 其實大家都應該熟了 看過大時代 因為 就是孖戰 類似孖戰 那樣 那 那 我舉個例子 你剛才就講了 昨天都講這個例子 薄了下來 是不是太興奮了吧 我電話薄了下來 OK 那 我想問一下 例如 剛才你說 炒 那樣 嘿 就算你買 你100萬 的單 你買 你給100萬 下去 你的心態是想說 它短期升 我走 這個也是炒 其實就 根本跟那個 就是孖戰 是炒 那 其實是這樣看的 如果你是用這個 貢光的角度去看 第一件事 你要看一下 你用了多少錢 去買多少錢的東西 如果你是10萬元 去買100萬的東西 你還加一個10倍的工作 那 剛才講的短線 這個情況 其實在外國很多公司 你都知道 其實他們有些會寫 L Gold Trade 會寫EA 他會寫一個程式 例如 每天12個小時之內 他會做一個開倉和平倉的動作 而他會找到一個高低位 當然你會說 高低位那麼容易 找你去做 但問題是寫程式 寫EA 寫這些L稿的人 其實在市場上 不是說真的這麼多 而香港你很明顯 大家其實都知道 現在香港很欠缺IT的材 大家經常看新聞都經常說 香港沒有IT 就是正正外國很多IT人 去寫這些L稿 寫這些EA 去做他們的教育 所以為什麼外國 可能美國 英國相對於外國 會比較上流行一些 就是因為 這些投資者 這些貸人 其實他們是專業的 相對於香港 現在的 可能很多人對IT的認識相對較少 從而出現了 人們說倫敦金 炒金 炒業 而影響到香港現在的文化 和Compare